明天的这个Paramash of O'Hum 然后明天呢我们就要 结业啦 就最后一天啦 有很多不舍 特别想念我们这样的一个集体 我们的这样的这个老师 我们特别有爱的集体 这个过程呢 就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当然我自己也是 改变了非常多 从第一天的那种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那种很紧张 我还记得第一天 我上课的时候的那个 就是 镜头前的自己是一个非常紧张的 一个状态非常紧绷的一个状态 然后到现在 我感觉就是打开了很多 人生让它流动了 起来很多 就我自己而言 我过去的一年多 是有很多卡点的 可能不只是一年多 但是这一年是卡点是卡的最多的 是让我就是多次就是精神 就是非常的 接近崩溃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加上这个身体可能累积的这个情绪 就很多身体的症状态就出来了 但是参加了这个program之后嘛 它是一个相当于是清洗你的这个身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像它有那个流食啊 Nirahara Samyama 它这个流食是每个月的一号 它开始 然后本身流食 它就是让你这个身体自己吃自己 然后你的免疫力系统 它就开始就已经启动了 那在吃流食期间呢 我最近也开始吃像碧麻油啊 赫兹粉啊 很多就是排毒的东西 就是非常排毒 然后开始吃全素 就让它整个身心也是排毒 然后再加上上这个课 上这个课就是每天18个小时的 虽然我没有就是那个那个毅力 就是全每天18个小时全上下来 但是它是一直在帮你去整理你以前的 就是不圆满的地方 有些卡点什么的 然后我也有找一些三眼的老师 帮我去扫描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根源模式 最开始扫的这个根源模式就是 就是它扫出来那个根源模式的那一瞬间 那一刹那我的这个眼泪就要出来 就是正常的时候你不会意识到 哇这个我我还对于这件事情 还是这么耿耿于怀 但其实它早已经就是一个种子 埋在你的这个心里 然后慢慢形成了 未来你对这个社会 你对整个人生的这个认知 然后你去圆满它 你就重新去经历它 真的是哭了很多次 就是不同东西的这个圆满 需要去圆满它 然后还有一个冥想 我记忆非常深刻就是死亡冥想 死亡冥想是我至今为止 做的最强大的这个冥想 它是就真的会让你体会这个死亡的感觉 虽然做第一次可能就是没有那种 非常强烈的感觉 但是也是有一种非常有一种震撼在我的这个内心 当你去做完整个这个死亡冥想 一个小时的这个流程之后 我虽然没有那种 很多人的那种狂喜的那种状态 但它会有一种深层次 这种relax的那种感觉 你很多焦虑啊 很多紧张啊 好像就瞬间抽空的那种那种感觉 然后第二天确实是有那种狂喜 就是当你在大街上走的时候 你看哇这个花 这个人 所有的所有的人事物 好像都变得特别的这个可喜 就是看的就是面目可喜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三眼扫描 三眼扫描 然后三眼移动物品 很多超能力的这种显化 虽然没有满上显化出来 但是你要去相信它 其实有很多内心的不圆满 遭就了我们很多很多东西 它没有显化 我是对于物体的这个移动没有显化 就是听说它这个物体没有显化的话 是因为你的这个合一感 你的这个无力感 这些是我需要去圆满的东西 但是我的这个视觉上 是是可以做到 可以去看到 别人身上的一些印记呀 一些巴呀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说 别人屏幕前放的一些什么 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显化了 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exciting 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Paramash Volhom的第十期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